全國以前境界感到離岐 新港鄉立幽靈恆也來揮好上課 但是這學期的課程只夠30號 小孩就要開始來笑落落 有過百歲家長在接讓小孩留在家 帶走過四處 只有百歲的學生回來好好上課 全國以前講義立幽靈恆 新港幽靈恆也開始揮好上課 但是因為這學期到30號而已 有百歲家長 全體直接讓小孩留在家裡 帶走放四處 那如果回來上課的小朋友 都要信任體溫 酒精消毒完 這人很高興 我們幼兒園從5月17號以來 我們有按照教育部的規定 去收拖家長無法照顧的幼兒 那大概人數是30個以內 那這個期間我們也有派娃娃車 去做接送的部分 那從昨天復刻以來 我們有按照教育部他規定的指引 老師的部分有80%已經施打疫苗 沒有施打疫苗的教職員 也有做壞篩的陰性檢驗 那小朋友他的用餐的部分 有設置隔板 那老師也按照教育部的規定去做 那個相關的消毒工作 張惠鴻從中之出 經濟中央所公佈的風雨管理基因 高班老師發揮創意 製造下方 每個時間到時都會定期消毒 另外每個到時也都有準備 酒精主動消毒機 讓孩子可以落實 風雨管理基因 我們這個學期是7月30日結業室 那結業室後 就是兩週的教學準備週 那小朋友就是真的放暑假了 那我們會跟小朋友一起來迎接那個8月16的開學 除了幽靈雲的相關風雨管理基因 包括娃娃車也拆除每一回合的方式 每一集抓都要親家的消毒一次 所以娃娃車上學科的抓手是原本的兩杯 張惠鴻從中表示 為了讓孩子有進到安全的還是環境 相關的風雨管理基因都不可以親切 到中華新聞也有 新港彩虹報道